白鮮肥美甘香 很多人都會在家用豆豉來蒸 但不是不會清潔鮮魚 就是蒸出來腥兼有泥味 鮮應該香脂熔 如果家人不懂去蒸 只好一間半至二斤上去鮮 因為它又不太肥又不太瘦 它切得蒸出來 就會彈牙爽口 大約蒸就變得太肥 蒸出來吃得比較鬧 通常在街市買菜 那個供應商會幫你烤 但烤的香腸是不會乾淨的 它們一定要回來之後 跟著用管水掠一掠 如果給牌子掠在裡面的牆 其他雜魚就可以了 就可以切得一塊一塊 切片後再清洗一下 再索一索水 乾淨蒸出來的味道不太容易淡 反而魚是大聲的 你一定要加陳皮蒜用 陳皮還可以去泥味 那些紅椒粒裡面 更加蒸出來 鮮的味道是比較嫌味 而且一樣是閉嘴的 加少許桃油 胡椒粉 鹽糖 加少許老抽的顏色 像豆豉一起蒸 蠔油是叫鮮菇蒸嫌味 最後加少許生粉 鮮蒸出來沒有那麼多汁 汁比較拉筋 還有鮮蒸出來的味道 大約分了我家 工夫或是鮮會不可以 沒有那麼彈牙 沒有那麼爽合 因為你蒸的時候 鮮的鮮是會提起的 就是證明鮮是新鮮鮮 如果鮮蒸出來的鮮 即使不會提起的 那些鮮一定是… 第一個不是新鮮 第二個可能會進入水龜 沒有人 警察有口罩 市民也沒有口罩 我覺得這個政府不知所謂 對呀 一定要 好 勞